大家好,这里是娜家的小花园 前几期视频我在拍我的月季的时候呢 这几盆千头菊就频繁的出镜 所以很多花友都在问我 你这几盆玛格丽特是怎么修剪的呀 怎么修剪那么好那么圆呢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修剪过 他们也不是玛格丽特 他们是千头菊 还有一个名字叫球菊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五颗球菊呢 其实在我这边 他们跟月季的年龄是差不多的 都有两岁了 先来带大家欣赏一下 他们的颜值吧 谢谢大家 好的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牵头菊或者球菊它们的特点吧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啊像这种牵头菊或者球菊呢 它其实是从欧洲引进来的菊花品种 所以它跟我们本地的这个菊花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首先第一个大家就可以看到呢它这个花量是非常的巨大的 当它完全爆棚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到叶子的存在 第二个呢就是它一年当中会开两次 一次就是现在也就是夏天另外一次呢会在秋冬的时候开 所以这点呢我也非常的喜欢 第三个呢就是它自然长成一个球形 所以它不仅叫牵头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球菊 你看每一个都是圆圆的一个形状 可以非常确定的告诉大家我一点修剪都没有给它们做过 你可以看每一个都是非常圆的 所以球菊就是这么来的吧 第四个呢就是牵头菊的花期它是非常长的 像我这边的牵头菊开到现在其实已经开了有一个多月了 所以它的花期在我看来呢两个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夏天能够开两个月秋冬能够开两个月 所以它跟月子相比好像一年当中它只有两次的花期 但实际上它能够开整整四个月 从这一点来看其实这种菊花品种是特别优秀的 另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萌发能力特别强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小盆牵头菊 实际上在今年春天的时候 因为当时养护不当就剩了它一颗苗 就这么一颗小苗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哪怕是一颗小苗 它也把自己长成了一个小圆球了 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 它比月季要皮实好养得多了 除了早春的牙虫之外呢 它其他病虫害其实也是非常少的 像今年春天我给它们分盆的时候 送了很多的小苗给我的同事们 那现在的反馈是每一个同事 它们的这个牵头菊长得都挺好的 而且很多也都是在开花了 甚至有些同事并没有给它们试过任何的肥料 所以可见这个牵头菊是非常皮实好养的 那在说了它这么多的优点之后呢 接下来跟大家谈一谈球菊的养护要点吧 首先第一个虽然你看到它开了这么多的花 但它的虚肥量在我看来好像是比月季要小那么一点点 我是想起来才给它试肥 没想起来就把它扔到一边不管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花还是开的非常多的 第二个呢 如果你想它开那么多的花 还是需要给它放到一个阳光充沛的地方 去年它的花开的不好呢 可能跟摆放的位置也有关系 光照不是特别的充分 所以花也就开的不好 第三点呢 就是你浇水要得当 它没有开花的时候 不要给它浇太多的水 当它不是在花期的时候 它的虚水量比月季还是要小那么一点的 但是当它开了那么多花的时候呢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掂量掂量这个盆变清了以后 就马上要及时的给它补水 第四个像这些千头菊和球菊品种的话 最好是春秋各翻一次盆 今年春天我给它们翻盆的时候呢 是换了一部分的土 然后再加了羊分 就发现啊 它们的这个长势是非常好的 那以上呢 是球菊和千头菊的养护方法 最后一点呢 就来跟大家谈一下 很多花有非常关心的 接下来应该怎么去 给它进行花后的修剪 那修剪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在它花后进行修剪之后呢 最好及时马上的给它换盆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它们现在这个花量 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然后我给它们种的花盆却不大 给大家看一下 花盆其实还是蛮小的 这些都是两加轮的花盆 所以实际上呢 当你翻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的盆土里面 全部都是根 密密麻麻的缠绕在一起 那当这个花盆 已经处于完全的满根状态的时候 你再不给它分盆的话 它这个心芽就很难萌发 心芽没有办法萌发 原来老枝条很快就会枯萎 所以当你的千头菊 如果是满根的状态之下呢 修剪之后一定要给它换盆 换盆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个呢就是换一个更大号的花盆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花盆不变 你可以把原来这个球菊呢 根部呢给它分成几个小份 那像我这样一个大球的话 一般最多放四分之一就可以了 还可以再少一些 很快它的根部就会占满 你的整个花盆 所以千头菊花后修剪的 一个要点呢就是 修剪之后呢 最好是伴随着换盆换土 同时进行 好的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千头菊的一些优点 以及它的一些养护方法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 刨贴带 刨贴带筷